愛的天父上帝 感謝祢在今年 夏天的尾聲 讓我們歡歡喜喜 開開朗朗的到這兒相聚在一起 主耶穌真的感謝祢 能夠拣選我們成為祢的選民 能夠讓我們到祢的殿堂來 分享祢所給我們的安慰 帶給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在異地他鄉 能有一個地足之地 主耶穌祈求祢 讓我們能夠養成 享受祢給我們安排的每一份工作 讓我們享受這一份努力 我們今天也把我們的 一點點所得 帶到祢的面前 我們很不好意思的奉獻到祢的面前來 但是主耶穌我知道 祢不會嫌棄我們所奉獻的任何樹木 今天我們期望 我們這個小小的樹木 能夠在這教會裡面 能夠變成一個大大的使用的功能 主耶穌也祈求祢 讓我們的生活中的每一天 讓我們的心靈能夠穩定 讓我們的腳步能夠安全 也祈求 讓我們的意念能相同 讓我們的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們的喜樂 都能夠滿足 這樣的祈求奉獻 這樣的祈求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美情 阿們 我想王老師在台上 也請王老師順便報告一下 我們今天的桌布塔以上一個項目 就是這個禮拜六 有一場生命之歌 歡唱夏日 來因慈善音樂會 我們請王老師特別為這場音樂會 做一個報告 甚至都不一樣 但是神給我們的 神給我們的賞賜也不一樣 所以我期望 我們能夠來分享這樣的感覺 今天你們如果知道 我是一個教音樂的人 可是我的聲音這麼樣的沙啞 可是我從年輕的時候 是很高唐的聲音 那麼慢慢的因為工作的累積 職業病還有心靈的苦安 所以讓我的美好的聲音 慢慢慢慢的失去變成 現在這麼有磁性的聲音 可是我仍然享受 這樣在目前這種狀況之下的 每一分 我仍然享受我所教導的工作 那我的教導當然是 我只會音樂嘛 我只是教鋼琴 那要教唱歌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樣的聲音怎麼樣教唱歌 那我的聲音都比你們更差呀 現在 可是 主耶穌就安排很好的人 在我的身邊 安排很好的學生 在我身邊 讓學生 來看到神給我的掌聲 所以我們每年在暑假的時候 在夏天 去年的八月現在一轉眼沒有八月了 我們去年也有帶一些票來 分送給各位朋友 我們這個慈善是用在社區人事上 我們的慈善 我們像別人募款的錢 不是去捐給哪一個什麼院什麼院什麼院 不是去捐給哪一個組織 而是要給我們的社區朋友 我們設計了一個有陽春白雪的音樂會 有合唱團 有小提琴 大提琴 有一個鐘頭的古典音樂的享受 還有另外一個鐘頭的卡拉OK的方式 來唱時代歌曲的這一種預備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機會 能夠跟我們 我們這個活水得勝的會友們 大家一起來分享 所以就在這個康米禮拜六 十三號呢 十三號也是十三號 今天講到十三號是一個 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那我也在無意中就在十三號選到了 這樣的日子 在我的看法也是 最壞的日子就是最好辦活動的日子 因為別人都沒有跑去哪裡 所以我們辦活動就容易 大家就會願意在那個時間過來 所以我一直很盼望 我們所設計的這樣子的一個 音樂會一年才一次 而且是免費的 這裡所需要的錢 是我們和他們的團員 共同攤一部分 另外有一半的錢是社區人士 來為我們贈助 所以禮拜六的晚上七點開始 就在我們旁邊的堂後 就在這麼近的地方堂後 所以呢 希望各位朋友 在六點半之前就來 七點我們開始了 我們就不讓你們進來了 就是這樣說 那麼各位朋友也就聽聽看 慢慢的來享受另外一種感覺 那麼我們期望 我們將來能夠有機會 在這兒為各位朋友 做一個聖歌的訓練 我們期望 我們整個會友 就是一個大的共產團 這是我的心中的一個盼望 那期望 就看神怎麼樣來安排 這樣的時機的成就 那麼歡迎各位朋友 禮拜六的晚上六點半在 就是這個禮拜六的八月十三號 就在這個湯坡 那麼我今天有大概十張票 那假如你願意的話 是不是再給開明修 再安排這些 還是給師傅 好 這樣明白了 感謝主 謝謝 謝謝